唉 真是的 我看你拍攝位置就知道是甚麼人 懶得這樣 拍攝時找車尾進行行不行 Lio Sir 幹甚麼 我打擾你 我只是看方便 一來到 看到位置 一踢進去 馬上走就行了 多方便 大家看看 它真的不懂 不懂 大家有沒有想過 一個停車場有那麼多車 只 Beispiel 為何九成都是停車時用車尾進入 很有藝術 去造商場只行了 即是 flames時間 當然會用車尾拍攝位置 其實停車尾入是有原因的 重點是車尾入容易調校方向 車是以車頭作轉向 要用匹底車身上 往匹底才能走內 這樣便可以有較大的空間調節泊位 其實不是的 因為前後輪轉彎時的軌跡都有不同 頭入泊車反而更容易騎到隔離車 尾入的意外率較低 還有尾入泊位時透過倒後鏡觀察兩邊距離 預位都較容易 如果用頭入只可用肉眼 很吃虧的 亭峰還有一件事適合你 適合你了 方便吧 其實頭入泊位 到走時又是要車尾出 出車時間久了 攪拌兩攪分分鐘蝕多個小時 給停車場淺 其實還有一件事亦是最重要的 就是放到 事關車尾泊位 車頭便會對外 這樣便容易看到車內的情況 如果車頭入泊車 車內便會被座椅遮住 真是被惡車偷東西都未必看到 老朋友 所以說拍車車尾入 好處多 千萬不要太多時間方便 像他那樣車頭入 今天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歡迎大家留言 按讚和分享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